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受贿循私枉法一案 决定对傅政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傅政华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检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经查 傅政华曾非法受贿超过1.17亿元 并包庇其弟弟傅卫华严重犯罪行为 另外 在21号 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 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徒刑 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 公安局原局长邓辉林 以及山西省原副省长 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 分别被判处以有期徒刑15年到14年和14年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他表示 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 美国将与盟国合作 让俄罗斯和普京付出代价 美国总统拜登21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开篇就着重谈及了俄乌问题 拜登表示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俄罗斯还向全国预备役发布动员令 向欧洲发起了核威胁 美国将与同盟伙伴合作 让俄罗斯和普京付出代价 拜登还表示 今年将提供29亿美元援助 用于帮助俄乌冲突所导致的粮食危机 美国也支持安理会增加常人理事国 和非常人理事国的席位 美国总统拜登此次在联大的讲话 时长将近30分钟 涵盖的内容也是相当的广泛 从俄乌 中国 朝鲜 伊朗 到气候危机 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 新冠疫情等等各方面都是有所涉及 立场也是中规中矩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此次美俄两国在联大期间 并没有任何双边会晤的安排 除此之外 武昌与秘书长的会晤也被一并取消 风红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通过视频 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称俄罗斯无意停战 乌克兰需要武器支援 以及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和资金援助 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中通过录制的视频发表了一段 约半小时的讲话 这项特殊安排上周获得了联合国的投票通过 在讲话中 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建立特别仲裁机构 以要求俄罗斯对俄乌战争负责 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以签署针对军事预备役的部分动员令 并支持乌克兰四地区入俄公投 泽连斯基表示 这些行动都证明了俄罗斯所称的和平谈判 只是拖延战术 他指俄罗斯将在这个冬天 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准备新一轮攻击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The world wants peace And we have seen Who is the only one Who wants war There is only one Entity among all UN member states Who would say now If he could interrupt my speech That he is happy With this war With his war 另外 泽连斯基还在讲话中 寻求武器支持 特别是远程武器 重型火炮和空中防御武器 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 人道主义和资金支持 并帮助乌克兰的战后重建 凤凰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从昨天到今天 一个大家都在想的一个思路 或者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类是否已经面临核灾难的危机时刻 我们都知道 人类有了核武器之后 只有两次使用 就是二战后期 美军在日本投放了两核原子弹 此后的冷战时期 美苏核武器 这两个核大国打成一种恐怖平衡 但是冷战结束30年后的今天 特别是最近几天 核武器使用已经不是假设 而成为一种现实的话题 或者说选项 我们可以说 目前的核武危机 远远超过60年前 那次古巴导弹危机 先看普京总统 就二一讲话中四次提到核武 他的逻辑是 谴责基辅政权 宣称有权拥有核武 还有一些北约国家说 可能也可以对俄罗斯 使用大规模杀战性武器 这就谴责西方是核恶诈 然后表示说 我们国家也有各种破坏手段 并且在某些方面 比北约的更现代 如果我国领土完整受到威胁 我们可以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 他说这不是虚张声势 他说的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 就是核手段 所以这些话语很清楚地表明 俄罗斯是这样来论述的 首先是你们西方对我进行核恶诈 所以我们受到威胁 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 那么对此 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 做的回应 他这样说的 他说俄罗斯发动核战争 不可能获胜 也绝不能打 上次不是说了三个 不能不能吗 他还说没有人威胁过俄罗斯 只有俄罗斯在寻求冲突 那么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说 北约将保持冷静 不会像普京那样发表 这个鲁莽而危险的核言论 这个北约秘书长警告说 如果局势再次升级的话 俄罗斯与西方发生核冲突 那俄罗斯无法获胜 他说北约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所有行动 并且对俄罗斯核战略的任何变化保持警惕 那么这个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是这个军人 就是鲍尔海军上将 他这样回应 他说北约并没有在俄罗斯领土上 与俄罗斯作战 北约并没有在乌克兰的领土上 与俄罗斯作战 他说西方武器的供应 以及欧盟和美国的财政援助 不是北约与俄罗斯直接作战的标志 但是如果北约成员国遭到俄罗斯的袭击 北约会改变不参战的政策 并且对俄罗斯作出回应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普京和西方领导人的隔空访话中 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 这个核战争危险确实存在 其实现在辩论到底谁对谁 进行了核讹诈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普京讲的一段话 他说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 并且最终灭掉我们的国家 也就是说 他一开始就对全体俄罗斯人民说 俄罗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让我们回想起 前几年流传过的普京的一段话 说如果俄罗斯都没有了 那还要世界干什么 据说当时这番话 让西方着实紧张了一下 呼吁俄罗斯 你要冷静克制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不是普京说的 其实我还真核实了一下 确实 这是2018年三月份 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播出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世界秩序2018 当时对普京的采访 记者普京对他说的 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普京承认说 如果俄罗斯遭到攻击 并且进行核报复打击的时候 那么对人类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接下来他的原话 准确字面翻译是 作为一个俄罗斯公民和国家领导人 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俄罗斯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在重温普京总统这段话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感觉到一种真实的意志 那么也确实增加了一些担忧呢 好 看看这个战场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的空天军在哈尔科夫州 消灭了近100名武装分子 并且摧毁近20部军事装备 其中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俄罗斯空天军在扎波罗热地区 则用高精度的武器消灭了 多达150名乌军和雇用军 那么乌克兰方面就称 有俄罗斯的情报人员潜伏在国防系统内 使得俄军能够预判乌军的部分行动 另外在乌冬顿涅茨克一个市场 22号遭到乌军炮击 造成至少6人死亡 乌克兰军方表示 在过去24小时 俄军向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 发射了8枚导弹和115枚防空导弹 并进行了16次空袭 其中大多数瞄准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 在南部的扎波罗热 当地官员表示 22号上午 俄军向室内发射了9枚导弹 击中了市中心的一家酒店 一座发电站和一座电视塔 导致至少1人死亡 5人受伤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的代表 22号向最高拉打表示 有俄方的情报人员 当前正潜伏在国防部门内 向俄罗斯传递情报 使俄军能够预判 乌军在未来一部分的行动 因此警告指 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从而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同时乌军反攻继续取得进展 据称已经重夺了 俄军东部前线的 多条主要补给线 并且强调准备进一步深入 被俄军占领数月的领土 乌克兰智库指出 乌军正在开始 为冬季战事进行部署 并且期望在入冬前 尽可能收复更多领土 俄罗斯媒体报道指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 在举行入俄攻投之前 发生至少9次猛烈爆炸 俄防空军成功拦截一次火箭攻击 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在自信独立的顿涅茨克 当局22号称 过去一天内 勿军当地的炮击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8人受伤 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称 乌克兰情报部门 试图破坏石油和天然气设施 但被安全局阻止 这些设施在向土耳其 和欧洲供应能源 消息指行动查获了 两个自制爆炸装饰 并拘留一名男子 另有四名俄罗斯籍的同谋被拘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月21号晚 乌克兰总统资连斯基 在电视节目中 证实了乌俄换球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宣布 双方交换的囚犯 包括亚素营指挥官 和乌克兰的反对派领袖 梅德威 球克 其中50人被移交给俄罗斯 另外有215名乌克兰战俘 被移交给基辅 俄罗斯对此俄乌战犯的交换 并没有给予官方的评论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叶尔马克表示 共有108名的亚素战犯 从囚禁中在此次获释 其中还包括了乌克兰军队 第36海军陆战队的 主要指挥官等 根据泽伦斯基电视访谈的说法 作为交换的结果 发布的人中 有乌克兰英雄 叶夫根尼 伯瓦和列夫 巴什克 以及在马里乌波尔 亚素斯塔尔钢铁厂内 被俘的摄影师等 此前 敦巴斯民兵首脑 普希林强调 亚素被俘的骨干人员 将面临着终身监禁的法律的结果 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 乌克兰不会因为 目前在敦巴斯地区的 这种政治态势 而停止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攻势 当然了 俄军也是加强了 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的部署 那么许多军事专家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 预备役人员的动员令之后 这可能会加速 在敦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的 向前推进 因为增加了兵力 目前 特别是在记者的 红色列邦方向 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表述 是8比1 俄罗斯兵力远远不足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卢语光 报载中 桑折路 一万在红色列邦区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署军事动员令之后 引发出境潮 其中飞往两个对俄罗斯 公民免签证国家的机票 在一天内售庆 其他国际航行的机票价格 也一路飙升 航班数据显示 从莫斯科飞往两个免签证国家 土耳其伊斯坦波尔河 亚马尼亚艾里温的单程机票 21号当天已销售一空 直到25号都一票难求 而且价格一路飙升 比如飞土耳其的单程机票价格 从一周前的22000卢布 上升三倍到7万卢布 约合1150美元 其他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也大涨 从莫斯科到迪拜的机票 已超过5000美元 相当于俄罗斯民众平均月薪的5倍 此外 有网友拍摄视频显示 不少俄罗斯民众驾车 企图通过高速公路逃到芬兰境内 车辆太多导致公路拥堵 难以行进 俄罗斯旅游局负责人表示 暂时还没有出台对境外旅游的限制措施 21号当晚有示威者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 有示威者当场被捕 圣彼得堡则有示威者与警方对峙 期间不断有示威者被抓 并被集中送上一辆大客车 有示威者表示 家中男子已经收到了国防部的通知 参加抗议游行就是不想让家人参战 俄罗斯警方通报称 在俄罗斯各地当天举行的 抗议动员令的活动中 已有超过1300人被捕 俄罗斯内政部随后表示 已经制止未经政府批准的集会 所有被捕人士都将面临调查和起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总统签署动员令之后 俄罗斯方面必须有所建树 在前线他们用怎样的方法 至少要先顶住乌克兰军队的所谓反攻 那么在国内他必须有效地 能够达到征兵30万这样的目标 当然我看有一些网站 俄罗斯的网站说 实际上真正的需要是50万 年底实际上要征召50万人 那么现在看来 征兵可能遭遇到一些反对 我看到有些消息 现在是在达吉克斯坦 就是车臣旁边 还有车臣 还有就是蒙古 北边的布里特亚 那么他是属于蒙古族人的这样一个共和国 还有就是弗拉迪波斯托克远东 这些地方有一些征兵处 上面挤满了人 那么据他们俄罗斯人说 并没有按照普京总统说的那个类别 有些并不是这样退役军人的 他也给发个船票 然后就去当兵去 那么在这个外边 飞到外边的这些航线 除了刚才说到的土耳其 还有亚米尼亚 还有阿塞拜疆 就是说还有塞尔维亚 这些反是能出去的 现在还是航线有不少人在出 另外呢 昨天我看到了 这个有国会杜马议员发表讲话 他不是说这个号召大家当兵 而是为自己辩护 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杜马议员 还有这个上议院 叫联邦会的议员呢 不用当兵 是因为呢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为国家要这样做事情 那么被这个网民拿出来 作为一种嘲笑 说你们通过的这个法律 然后你们自己不当兵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普京呢 在国内我相信 他还是会挣到一些兵的 尽管现在反对挣兵的 还是有不少人 昨天我说是有小部分 现在看来呢 这一夜之间就增加了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普京讲的 由于西方的核讹诈 所以他必须要现在去动员 并且呢要反击 那么俄罗斯也被认为是核讹诈 当然我们站在这边呢 作为他的这个伙伴呢 我们叫他叫核威慑 那么能不能起作用 现在看来呢 刚才我说到这个 这个拜登做了回应了 说我们没有威胁你们 北约也做回应了 那么我想呢 这也是一个这个 也是孤注一掷的这样的一个 要这样宣布 要么遇事俱焚 要么呢 这个欧洲 你们这些法国 德国 这些国家呢 你们赶紧出来调停 大家好有一个台阶下 所以这也是一个豪赌 我们再继续看了 如果一周之后 没有什么建树的话呢 不知道形势怎样发展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地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星期四同日本经济界人士 举行了视频会议 李克强表示 中日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利益 中日应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周四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 日本经济界人士举行线上视频会议 李克强表示 中日关系现在进入新阶段 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两国与世界和平都有益 中日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仓石 中日关系往何处走 我觉得还是要望着 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的方向去走 什么叫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 那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还是需要中日双方在经济等领域 加强交流 中日两国去年贸易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 创下新高 青团联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 青团联会长表示 中日两国都希望深化经济合作 这一点双方看法完全一致 日本经济界迫切希望 切实推进经济关系的发展 青团联称 这次视频对话由日方提起 但由于疫情几度推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前夕 首次开展高层对话意义重大 富皇卫视林淼 沈宁正盛日本东西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海军在8月份成功完成 最新一代的加百利5号 新型远程反舰导弹的海上测试 加百利5号远程反舰导弹 是以色列加百利系列 反舰导弹的最新型号 国防军公布的视频显示 加百利5号从萨尔6型 轻型护卫舰上发射 成功摧毁一艘目标靶船 加百利5号能够在多种海空条件下 以亚音速飞行 最大射程超过290公里 可有效地防止摧毁广泛的目标和威胁 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一导弹系统确保了 以色列海军的区域优势 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海上优势 伊朗军方22号在德西兰南郊的霍梅尼林 附近举行圣战日阅兵游行 纪念两一战争爆发43周年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巴盖里在阅兵事上表示 伊朗将严厉地回应任何威胁和阴谋 巴盖里和军方高级将领 出席了圣战日大阅兵 阅兵事上展示了无人机导弹 等国产新型武器 其中包括最新拉兹万号 地对地弹道导弹 射程为1400公里 军方还展示了一种新型导弹系统 是伊朗自主研制的 第三代远程导弹之一 这两种导弹的射程 都可以覆盖以色列全境 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巴盖里发表讲话 警告以色列 如果有任何具有威胁性的行为 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 据伊朗国家英文电视台 Press TV报道 巴盖里当天还宣布 伊朗和俄罗斯 中国计划在未来三个月 在北印度洋 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巴基斯坦 阿曼和一些国家 可能也会参加 另外多重挑战 在国内呢 就是那个女孩子被道德警察 抓走之后呢 是这个离奇死亡 当然了这个道德警察方面说 实际上呢 我们同时抓了好几位女孩子 但是呢 这个我们并没有 这个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突然之间死亡了 但是呢 这个导火线实际上 是激起了 这个伊朗的民众 特别年轻一代啊 对这个政府 激压了很久的不满 就是事前一个大爆发 昨天我们讲到 这有精神层面 有道德层面 其实呢 更多呢 应该是社会和生活层面 或者说呢 具体的就是 涉及到经济的落后 对外的隔绝 那么很多这个 包括像能源问题啊 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的这个困境 那么在国外呢 伊朗我们知道 这个现在正面临的 要和美国要签署 就恢复2015年的核协议 到现在呢 迟迟又没有下文了 还有呢 就是他们的最高 精神领袖哈维内衣 你看我们现在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啊 据说他呢 是这个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那么如果他 这个像霍维尼一样 病逝的话呢 那么伊朗 在这个宗教方面 在政治方面 恐怕也难免 再经历一次震动 好 最后呢 我想再做更正 刚才我讲到这个俄罗斯 在多个边缘地区征兵 我说到了一个 这个布特里亚 它应该是布里亚特 就是在蒙古 北面的一个这个州 它其实呢 里面还讲了叫 叫这个亚库特州 这都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州 那么可见呢 现在在全面征兵 已经开始了 好 最后呢 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